我的那个Gopro掉海里 嗨 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在坎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 然后呢 我今天要去做一件非常 激动人心的事 就去看海泉咯 就是到桑岛的 非常非常非常 令人向往的事情 成功破浪呀 现在是 哇塞 海豚 海豚 好 朋友们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 一个叫马南马的小岛 这个水真的非常蓝 非常蓝 非常好看 准备下去浮潜了 现在在桑岛还没下过水 走起啊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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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朋友们 我刚浮浅完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岛的浅滩上 这个海水真的好蓝啊 宝蓝宝蓝色的 看到这么美的海水 我心血来潮的决定跳过 来到文明世界的桑吉巴尔岛 总算了结了一个心愿 这里的海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一片海能有好几种不同的蓝色 25美金除个海也算是良心价了 虽然海岛通常都是当时争不开眼 回来照片比眼睛看到的美 但上迪巴尔岛的航拍确实是挺惊艳的 大球雪踩着大马路 我住了一天的心脏 我们准备回去聊 然后万万没想到这看似完美的一天 却是与悲剧收场 那个泡泡掉的海里去了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呀 我刚才把我的后破掉海里去了 就是看海豚的时候 我看老外都往水里跳 一直跟着往水里跳 结果那个浪挺大的 然后后破没穿紧 然后我可丢人了 我还差点游不回去 然后当地船员把我捞回去了 真丢人 主要是那个浪大 我又没有带脚 然后又是深海 有点海大 很深 然后我当时门来想 他们能不能下去潜下去帮我捞上来 他们说太深了 没办法潜 然后我想潜水的人来打捞 然后他们船上的人都说 我这个面对现实的 我这个泡泡就是没了 就是可能请大人来打捞 花了钱可能比我的相机还要贵 我觉得我真的是疯了 这种旅行博主就是惨了 动不动就丢个相机了 就几千块钱了 我真的是 好心童啊 刚买了几个月了 单山路院 很精大 很精大